房子现在有了 也租好了 空间也都够大 足够用的了 就是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清理清理 然后就可以干咱们自己的了 叔叔阿姨学的节目 觉得你要租这个房怎么样 是不是整体来说还不错 是吧 楼上楼下加起来 一共200多个平方 然后还有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咱现在是用不上 如果以后用得上的话 大家可以把机箱室也拿过来用 楼下楼上200多个平方已经足够了 我准备在楼下就作为这个门头 然后摆放东西 然后楼上我就可以住 这样的话就是一举两得了 然后来回上下也还方便 你们说呢 看咱们家门口 这是咱们家站在屋里往外看 然后对面有一个大超市 然后还有这个居民区 然后门口呢 有很大一片都可以停车 是不是就特别的方便 正好把大家房车开过来 停在门口 你们来玩的话 停车也比较方便 所以说这个房子呢 也是经过了综合的考虑 你看有地方停车 店铺位置呢 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面积大小呢 也刚好 然后还能够满足咱们 楼下做生意 楼上居住 后边还带一个小院 最关键的是 那价格还不高 我觉得各方面来说都非常的合适 那么最关键的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我准备最近两三天呢 就去把这个一夜执照的事情 给它完善了 你们帮你们想一个名字 咱们这个店呢 主要是以经营人参路融 普洱茶 还有一些白酒 再就是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各个地方的特产 咱们是以这方面为主综合了一个店 你们觉得咱们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合适 响亮一点的名字 你们也帮你们想一想 评论一下 帮留言 然后明天 我看一下明天 后天吧 然后名字落实了 我就去把一些执照的事情 先给它落实搞定 然后再继续装修 收拾房子 好了 今天我先把卫生搞一搞 先大体收拾一下 你们帮我想一个比较合适 而又响亮的 符合咱们家店面气质的名字